每次大选的10月份都有一些重大事件俗称十月惊奇 想不到今年的第一桩便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的消息 这令避险情绪升温 风险资产遭到抛售 消息一出 30分钟内道指期货一度大跌500点 富士中国A50期货受到拖累下挫2.4% 周五开盘之后三大股指依旧下跌 对市场之后的影响如何呢 可以参考英国股市在首项确诊之后的走势 今年3月27日那位姓约的老人确诊之后 当天英国富士100指数大跌5.25% 之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来回补这次大跌 总的来说市场并不喜欢这样的风险事件 因此大家要注意风险控制 此外周早间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迅云预期 表明由于疫苗和政府援助缺位 许多美国民众和企业处境艰难 经济复苏不乏放缓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